今天特征组针对扁家的弊案 看起来第二波的贞结起诉的时间快要近了 因为今天再度的约谈了陈志忠跟黄瑞靖 要把相关的证词再做最后的比对 而另外呢 今天政坛上则是传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说 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惊讶 上个星期叶宜金去见陈水扁 两个人是不是谈了一个条件交换呢 就是陈水扁挺叶宜金选台南县长 留下来的立委职缺呢 陈水扁来选 然后民进党挺他 有没有这样的交换条件 听一下叶宜金的说法 他就提议说 有一个办法可以让陈县长知难而退 我没有能力 能够跟阿典总统谈条件交换 这不是我能力所指的 所以我必须要跟主席报告 中国时报说这是条件交换 我没有能力跟陈总统做条件交换 叶宜金再度的强调 他没有能力做这个条件交换 所以他跟主席报告 所以叶宜金等于是证实是有这件事情 就是他跟陈水扁谈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是他不能够决定的条件交换 就是县长换立委的这个事情 换立委换的是陈水扁要在县市长选举的时候呢 一起出来选立委 那到底是叶宜金主动还是这个陈水扁主动 这是叶宜金跟匾办之间不同的说法 匾办在叶宜金开完记者会之后呢 随后就发了一个新闻稿 告诉大家说呢 当日的特件 就当日的这场会面呢 是叶宜金委员主动 透过高志鹏委员致电本办公室要求安排的 而且现场有蔡子胜先生在场陪同 意思是说蔡子胜可以做证人 蔡子胜就是陈水扁的国师 证明这件事情是叶宜金讲的 还是陈水扁讲的 那叶宜金今天的这个说法 也引起党内另外一位 也想选台南县长的李俊逸 非常的不满 炮轰叶宜金说 如果有这样子的交换的话 连他都没办法去选 我反对这种交换啦 这个很清楚的 我反对交换这个很清楚 如果万一有交换的话 如果交换的话 如果有交换的话 我觉得选民可能会逼我退出民进党 李俊逸的意思是说 如果这个去交换的人的话 是他 他的选民要逼他退出民进党 指的是如果这个交换 替换名词是叶宜金的话 叶宜金的选民可能也要 逼他退出民进党 照李俊逸的逻辑推演是这样 台南县长选举怎么会搞成这样子 惠文 本来是传说 陈水扁要选台南县长 那后来可能也研究一下 发现说 选县长像是白选一场 如果陈水扁的官司 被判有罪的话 选上也是停职 所以发现官长你去选好了 官长选了 如果不是陈唐山的话 李俊逸好或者叶宜金 就会有立委的一个缺出来了 那个缺阿扁说那我选立委好了 那如果阿扁因为透过补选 不管有没有条件 阿扁因为立委的补选 选上立委的话 除非他被三层定验 要等到他三层定验 可能又不到 立委的保护伞就在了 不知道要一届两届之后 现在立委一届是四年 也认识四年 所以陈水扁选立委 我认为如果陈水扁 他补选的话 应该是会上 那以台南县长来讲 李俊逸说他去选不会上 我觉得他会上 我觉得台南县长 以目前这个民进党台面上 这三位强棒来看的话 因为国民党没害人 国民党现在去用点名的人 因为主持人为了保护你 跟保护我 我们就不要把名字讲出来 不是有命案 就是有弊案 所以要跟这三个选 这三个当然也各有官司 叶宜金的条阿卡 上次选立委的时候被起诉 李俊逸跟陈唐山是 自己是被告 本人是被告 可是相对那个状况来讲的话 我认为县长 民进党提名谁 大概就当选了 除非他们分裂 所以被提名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对 县长提名谁 大概就谁就当选了 那补选 如果民进党没有人要去跟阿扁抢的话 那提名阿扁 就算民进党没有提名阿扁 阿扁自己出来选 因为他现在不是民进党党员 我认为阿扁也会选的上 如果民进党有提人的话 阿扁自己出来选 那谁会上 那就难说 看提谁啦 不过我觉得条件交换 我觉得交换也没什么不好啊 只是说 选的时候是什么时候选啊 因为像台南市 台南市是目前他们提名赖清德嘛 那赖清德立委要不要先辞 但台南县的状况说 蔡英文现在的定调 好像是这些要去参选的立委 都要在这个选举前先辞 让这个独选可以跟县市长一起 不一定 不一定 不要看状况嘛 今天因为可能是 因为这个 阿扁来乱 对 对 你看 等到最后一天再辞 一定要选的那个 那个大安区立委补选 有两个市议员 两个都没辞职 好 这赢的人如果 法令没有规定 然后政党有没有这个要求 对对对 所以差别在这里 台南市赖清德去选 那现在 这个有一些反赖清德的力量 都叫赖英德先 先辞了 然后你就选 那这样的话有个好处就是说 那立委跟这个 县市长可以一起选 一起选 其实这样节省工厂 对啊 我到希望 对我希望大概 全国各县市都这样子 而且国民党民进党都一样 就是说你要选立委 因为你立委一当选就得 辞掉嘛 辞掉之后又要补选又很麻烦 你看 我们这个月 选苗栗 还有明天大安区投票 我们国库花多少 而且还有很多这个 会选官司还在判 可能会陆陆续续一直选 对可能要补选 所以我是建议说 这个国民党也比较民进党 谁要参选 谁要辞立委 一起补选 对就同一天嘛 把所有的选举 还有那个要判 会选的也一起判一判 都在同一天处理完 不是比较好吗 我的看法跟辉文有点不太一样 过去我在台南县服务过五年 当地的派系 我多少了解一点 有个山派有个海派 要不是这几年 因为山派海派一些 这个重量级人士 靠到阿扁这边 国民党也不会在那边输得那么惨 连一席的立委都没有 但是经过这一阵的折腾了以后 因为国民党施政 大家认为他施政无能 又金融海啸的问题 所以国民党也不见得占了 大的便宜 民进党也没有占很大的便宜 为什么扁案呢 案情继续扩大 还有党呢 给人家 那个谁讲的 这个是党堕落嘛 是不是 党一起陪葬嘛 然后再加上小英无能的领导 再加上他内部可能分裂的这个情形 我是觉得啦 他们打这个如意算盘 先节条件是全部都选上 一定选上 台南县也是他们的 不可能立委是他们的 台南县肯定是他们的 立委也是他的 县长也是他的 我觉得三派的人不会同意啦 海派的人有一部分人会同意啦 但是将来是很难讲 所以没有他们想的这么简单 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自己换一换一换 要给谁就给谁 这是一条路啦 这是扁认为完全站在自己利益方面来考量 他希望说我弄个立委的职务 将来我还有一个政治舞台 大家不要忘了我 对他的官司也有帮助他的利益 他的早焰点只有这样而已啦 叶宜金的早焰点就是说我要当县长啦 那李俊逸也是我想当县长啦 看大家利益怎么巧好了 我是觉得这个不是像大家 他们所想象的我自己讲好就好 没这回事啦 不过事情发展到现在对谁最有利 对叶宜金最有利吗 还是对李俊逸最有利吗 还是对陈唐山最有利 因为民进党本来是说这个礼拜五要决定 这个台南县的县长到底是谁 所以就是今天 但是今天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的风声传出来 等一下蔡英文要到大安区立委补选去站台 大家会问她说你上个礼拜说这个礼拜五要决定 那现在能不能够决定 那这个新的变数发展到这里 对谁最有利 我觉得不见得对谁有利 但是今天大概能够决定的就是说把这个机制决定好 还在决定机制 对 没有办法决定哪一个人 今天还是没办法决定 我觉得没有办法 但是我认为这个如果阿平下来选 那民进党一定会停 那阿平一定选不上 还有国民党的这个参选 可能比较干净的相对比较优秀的就敢下来 你现在讲的是立委还是县长 如果阿本下去啊 那個人恐怕會壞 恐怕會壞 就說比較乾淨的會下來 還有李敬毅的邏輯 我覺得我們沒有辦法推論 因為他們講完 他說選民會要我退出民進黨 退出民進黨什麼 以無黨籍的身分參選嗎 還是選民會非常看不起民進黨 所以要他退出民進黨 不要再參加民進黨 因為民進黨很沒民主 他想說去換那個人 還是他選民會叫他退出民進黨 如果民進黨答應這樣的交換的話 那民進黨會跟人家看不起 所以李敬的邏輯 他其實沒有交代清楚 那葉宜金呢 我覺得你不要臉 我真的講葉宜金不要臉 他為什麼不要臉呢 你越來越重賢了你 不是 因為他說我沒有能力 這跟能力有什麼關係 你沒有這個臉去跟人家交換 沒有這個權利 你也沒有這個權利 你也沒有這個臉皮 你連想都不應該想 而且當阿炳在牢裡頭 我跟妳提出這東西的時候 啪 打下去 你知道嗎 你這個有點強來所難 太子勝還在旁邊 他一個人打不過兩個 沒有啦 這是一個象徵性的 你如果說 雖然你一度是我的總統 但是你今天說這個 你不會建設 葉宜金像馬郎 葉宜金像馬郎很帥 對不對 還說 但是又撞著回來 還開去這裡交代 還叫小英主席報告 真真不建設 他是先報告啦 不定義才出來開記才會 那現在扁案 現在扁案有他的說詞 葉宜金有一套說詞 但是故事 其實我們想像 可以編出來 那個故事 都不是這樣 我覺得葉宜金急了 那李宜金又何嘗不急 那他們急了就想盡辦法 各自各顯神通 他就去拜託高智峰說 你安排了我去寄庭 你去寄庭的時候 像一個幕僚說庭 拜託拜託 你這事情你解決一下 你最好是勸退陳唐三 他名調第二 所以他去的時候 絕對沒有說 要跟阿炳交換 這個意見絕對在他腦子裡頭 即便有也不成熟 那阿炳恐怕 曉得他要來 恐怕也沒有想得那麼周延 我覺得他們兩個 你去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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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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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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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把他成熟起來 你說 你說這樣好 搞不好是國師縣的側啊 國師在旁邊 沒有啦 國師在旁邊 國師在旁邊 在這樣 這樣贏不 這樣贏不 他絕對是跟阿公 你如果來選 你委屍之後 我就來補 這樣關鍵在什麼 我如果來補的話 陳唐三 就覺得說 旁邊是說陳唐三是我的人 我是他的人 那如果你來選 那你委員先辭 然後有機會來選委員的話 只有這個方式 才能夠讓我脫困嘛 那旁邊 我請來聽陳唐三 陳唐三也要尊重我 那陳唐三會說 這條路 不錯 不是不錯 我絕對沒有那個 道理把你卡住了 我當然 只有讓這條路 所以就是說 知難而退 知難而退 其實李靖毅也可以 李靖毅要出來 李靖毅是 也是一樣 所以因人的行囤一樣 所以我立委的憲職 而願意先辭掉 讓陳阿扁跳下去補選的 其實陳唐三都會自然而退 但是旁邊 你是覺得最高最高的 你會他們整個臉皮 都搞得太拚了 沒有啦 叫黃韋哲辭辭好了 黃韋哲有這個資格 沒錯 黃韋哲被起訴了 叫他辭好了 聽說一斷臉皮都沒有 不好意思 這種東西還敢拿出來 開始在七十八 還敢向主席報告 還敢向全國人民說 我說台南官的 鄉親啊 我是你的鉀譨 鉀譜真的 我說你的鉀譜真的 我這口氣是學你的 是啊 鄉親啊 我是你的鉀譜真的 我說要秀出來 或是李俊一綁 陳水扁一起聯合競選 我跟他一起亂 那超級戰區耶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能性無關 因為為什麼 我同意沈醫師剛剛講 民進黨不可能給阿扁 拿名阿扁 他這樣有事 所以如果陳水扁出來算 民進黨絕對拿名另外就對了 還是他禮讓 就禮讓前黨主席啊 這個黨就關門了 真的就關門了 你沒有任何一個機會 今天我說葉宜君這個記者會 開到很適合 他說他點名中國時報公益交換條件 那他不是交換條件 難道是什麼 證實是 他自己間接證實的這個事情 你就赤裸裸的 彈盪盪的講嘛 說誰有拿出來 阿扁有拿出來 或是說我給他被說服還是怎麼樣 但是我沒有能力 我不代表黨中央 我主席同意 所以我就跟主席講 還敢去跟主席報告 對啊 所以我跟他沒有勇氣 沒有辦法鑽打火啦 其實對台南官三的人都很尷尬 你看陳水扁 第一名對不對 阿扁聽他 他現在就好像 人家要你知難而退 那你一步去怎麼算下去 你說呂靜義跟葉宜君 當初是挺陳水扁 把陳水扁的這個官司 講成政治追殺 葉宜君還不時以這個第一家庭的 欸 像他的肚子裡的回從 代言第一家庭 性於怎麼樣委屈 自宗又怎麼樣 都在說的啊 都在說的啊 所以他跟阿扁的高情不必考慮 就知道他絕對有這個高情 但是你能這樣子做嗎 你是不是吃這個台南官的鄉親狗狗的 台南官都沒有人就對了 很奇怪 他比較高興的就是 上一次立委選舉的時候他票很高 郭民東跟他的票 我如果不記得他 將近五成五 他得票率很高 但是他這種扁案發生以來 立委的表現 也的確讓人家失望 現在頭髮的位置是蔡英文 其實蔡英文 本來今天就要先開底牌 他今天不會先底牌 不會先底牌 不會回去改底牌 他絕對要想 他一定不會去妥協 因為這是很難看 你整個檔 你看張那個連斯明德 陳水扁不要臉 我覺得陳水扁真的是個爛人 這兩天你看到這個頂頭來看 他如果政底上所有的政客 或是說他看不順眼的 你得罪過我的 什麼天王也好 謝堂青跟打鼓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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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 連自己的女兒都可以消費 這種人 你說市長上 還有票房嗎 我們都當過人家父母的 我覺得說你又比較沒有 你也說你說你家很很多 不需要扣你太來做鼓鼓 你跟他沒聊要去做鼓鼓 那你很很多 你那個小子 就扣那個小子的伴翠 來撩背一格 就要消費你女兒到這種地步 所以我覺得他沒有指定 另外一方面就很重要 民進黨絕對有自己的年選 所以不用怕 這個蔡英文到底是不是 頭靠毛利秀 上個禮拜她說 這個禮拜五就是翻底牌的時間 台南縣長的人選到底是誰 星期五要決定 但是到現在為止 看起來是很難決定 這個事情 第一我沒有聽說過 第二我也問過當事人 也沒有這件事情 就是這樣 你今天早上有出來這麼久 現在1900月上面 有過 有主動 有好的情況 就是怎麼樣 這是 這是陳建總統的想法 這不會影響我們的決定 這個台南縣長的提名 我已經有了訂見 不會受這些影響 這是民調說最後訂見嗎 我已經有了訂見 哪時候會公布這個 時間到了就會說 選舉完之後嗎 時間到 這個蔡英文是說交換條件說 她沒有聽過這個說法 她也問過當事人 所謂的當事人 應該問的是葉宜晶 但是剛才葉宜晶在立法院的記者會當中 是說我已經跟主席報告 那主席還有另外一個主席嗎 不過我是覺得 由這個陳總統 現在是辦公室新聞稿裡面看 陳淑編應該是沒有 跟葉宜晶這樣談這個交換條件 因為葉宜晶開了記者會之後 那葉宜晶為什麼要承認 那不是 葉宜晶承認不行 那另外一個事 在探求當事人的正義 你那時候會面的時候 你們到底是怎麼講 是聊天又開玩笑的口氣來講 或是如果這樣不是很好嗎 大家笑一笑 因為扁辦他是發新聞稿的 他是支持民調最高的那個 所以他很明顯的 他現在就擺明了 他是支持 你相信他的新聞稿 不相信葉宜晶的記者會 我當然相信他的新聞稿 你相信書面的 不相信本人出來講的 對 因為到目前為止 陳淑編要選縣長立委 對 都是轉述的 那你現在在外面 能代表陳水扁的是誰 當然是扁辦 這是陳水扁的爭議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 因為一火災的話 那扁辦發這個新聞稿 幹什麼 你扁辦的新聞稿 後來被證實是有問題的次數 非常高 對 這個 其實跟那個 我覺得那個新聞稿 有些東西 他有些為了他官司什麼 有些來澄清 但是他這個不選舉 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到目前為止 沒有聽到說 哪一個是真的陳水扁 自己親口講 都是轉述的嘛 他說不定他法庭 他也可以爆料 這樣我出來跟你拼 什麼縣長 監禮委都沒有 而且我就覺得扁辦 慎重其事的發這個新聞稿 他擺明了就是 就是沈昂山 你是很少見會說扁辦 慎重其事發新聞稿的人 我一直覺得陳水扁 要選什麼立委縣長 我覺得這個是 一種操作假議題 不會真的操作來選 我想請教一下沈昂山 我要補充一下 這個要從犯罪心理學的角度 去看問題 除非葉怡經真的說謊 我覺得他不至於 說這麼一個 這個說謊對他有沒好處 對 而且是一個滿天大謊 非常大的謊 這我覺得不可能 所以他講的事情 非常接近事實 然後我覺得阿扁 因為他講 是阿扁在牢裡頭 見到他的時候起心動念 起心動念 然後他出來講這些話以後 我覺得扁辦覺得非常的不妥 所以這麽書面的聲明稿 縮回來就對了 又縮回來 拍一看 拍一看 那縮回來 我覺得是這樣 不過剛才蔡英文講話以頭 是有玄機的喔 他是說對於人選他已經有定見 他一直強調說 我已有定見 我覺得不是這樣 我覺得應該是說辦法有定見 而不能人選有定見 沒有 最後那個協調都已經前面走過了 最後是交由主席決定 所以現在是蔡英文拍板 就整個那個選戰提名小組 最後已經說這個人選是交給蔡英文 那就是陳唐山囉 你說他的定見是陳唐山 不是 因為只有陳唐山 他才能夠有辦法用定見來處理 其他的都還要經過初選的過程 是這樣嗎 他們已經協調完了 他們沒有要辦決 這個就是蔡英文一人決定 這已經在之前的進度 蔡英文現在只剩一個步驟 就是公布人選了 那之前的民調第一名是陳唐山 第二名是葉宜晶 那李君英跟葉宜晶的差距其實不大 陳唐山領先那次調查是9% 所以是贏了一段的距離 那我的研判是葉宜晶 這個為什麼《中國時報》 今天會突然來這一篇 因為今天是禮拜五 本來要公布的期間 那挑戰車帥給你們看 那葉宜晶早上他也不躲 他就立法院開記者會給你看 所以這個定見是李俊逸 也不能這樣講 就是說剛剛這個蔡英文在周柏雅 那個軍演總部講的話 是在迴避 因為蔡英文也看到 你怎麼這樣真正那個 因為葉宜晶說 我有跟蔡英文主席報告 不是陳水扁主席 這蔡英文主席 你確定他只有講主席兩個字 剛剛因為兩個人說話都不容 這個主席一定是蔡英文主席 因為民進東的主席 所以葉宜晶說我有跟你報告 然後這個蔡英文說 我第一次聽到這個版本 那你跟 葉宜晶跟蔡英文一定有一個人批殺 交互結尾 對 我看策謊 策謊比較快 這個陳塘山 因為他之前講過說 他一定會參選到底 可是 因為這個梅玉姐跟這個主持人 都跑政治新聞出來的 政治人物的話是不太能聽的 每個人都說參選到底 然後到最後都縮下來了 我舉個最簡單的就是陳傑 國民黨立委 哇 登廣告啊 電視廣告都登出來 花了很多錢 結果準備做民調的前一天 陳傑說我退選了 那你之前不是說參選到底嗎 所以我拜託陳塘山 那絕對不能撐起來 絕對要參選到底 是不是這樣 第二點我有一點補充 我拜託各位觀眾朋友 要不計錢錢 我們也接著電話 你問你民調的時候 不管阿伯要選總統或選立委 我們大家都要自己支持 拜託的 我覺得你們說民進黨一定會推人 我不以為然 苗栗民進黨就沒推人 禮讓比較容易上 哎呀 禮讓嘛 團結力量大嘛 不是這樣子嗎 對不對 苗栗提合誰 所以一定要讓陳水扁去選看看 你要讓這些人走入歷史山東 唯一的方法就是選票 你給阿伯一個機會 阿伯一個公道 你會給阿伯去選 你也說真正萬不幸 台南官的立委補選 阿伯就抓了 就給他去做了 因為台南官的鄉親說 我就愛阿伯 雖然說他去人收了 雖然說他現在人 沒辦法出來的這個糟糕 我們也是回到他做立委 這樣怎麼不行呢 主持人你自己想 有多少屎皮賴臉的人 繼續在幹立委的 乖就乖 有案件就有案件 就說 阿伯三層丁 我去插衣 對不對 所以不要 無所謂啦 你憑什麼看不起陳水扁 其他人呢 言親標相不是在幹立委 他現在在牢裡了 這裡面可以當 為什麼不能當 所以拜託大家 如果接到民調電話 給陳水扁一點溫暖 讓他出來選 以免他報更多料 讓他更多的無辜 我不得不講幾句話 輝文這個是反諷 但是我們的觀眾 不一定都聽得有反諷 他會變成下一個郭冠英 這已經很大五次了 如果阿扁真的不要臉到 真的下去選 不管選什麼東西 而民進黨真的沒有用到 不提名的話 我在這裡講 我不排除把我的戶口 搬到台南線 我下去跟他選 OK 陳太郎 我以為你這一招蠻好的 我下去跟他選的方法 就是要讓他很難看 所以陳水扁 我既不想當委員 我既不想當委員 也更不用想說要當選擇 所以你選上了立刻支持 我真的 也不會 我怎麼會選上 你這個人也很亂起問 我如果下去的話 我下去的話 國民黨就當選了 但是這個選舉的過程中 我一定把它講得非常非常難看 把它的真相 撕給丟給 給大家什麼管理 鄉親 看好錢是好 你說你要扮演姚立民就對了 你什麼意思 姚立民是國民黨 黃黨 紅黨 什麼黨都有的 你看我參加過幾個黨 好 抱歉 抱歉 這一點我鄭重道歉 陳大老的意思是說 他還有很多陳水扁的真相 一直沒有公布 不用 沒有 他要一再的 一再的公布 對 說清楚就好了 好啦 陳大老跟陳水扁選立委 這個議題 我們聽一下觀眾的意見